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本身在郵局上班 我經常經理油件的時候 就看到我們的瓷劑道理 我就自己用化波 每個月化波去瓷劑的轉移 美國80年 那個時候華東水災我們的木塊 像蘇貞絲姐 要求我參與 一路就開始進入我的瓷劑 瓷劑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我們都去幫忙一個人 我們都一定要跟我們接受 但是我們在瓷劑這個家庭 分口的人就來 拿補給我們的方式這部分 我們就看到人說 怕會夠 去幫忙 我記得在郭南以前 在草包有一個個案 他在做工作的時候 有一天 他在這邊叫東西說到 後來有時候發現到 爬不起來 爬了一半 他的時候 也沒辦法幫他治療 就變成都要做倫意了 我說那個時候 他們就生活上都有困難 我們就開始幫忙 我們持續幫他接受的時候 他真的開始感恩 我們就是這樣 對著學生在做 另外我們也沒想到 我們有一天 我們有辦法去幫忙一個家庭 我們幫忙一個環保站 那時候也是跟我們陳淑雲師姐 一開始的時候 我開我的貨車這樣 兩個就去收那個環保 淑雲師姐 他真的給他很感恩就是 他如果要做什麼 他就給我叫 我們也知道 有時候也會疼 但是又是說 他在叫 然後就去做 然後就去載 就這樣 要一次一次嘛 一次完成 我們可以做環保 補給我們這個地球 所以說在環保這個區塊 我也做得很開心